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集会有大量的手工可爱光波攻击 我们目击到了四面八方 手工四组珍藏的画面 肥尾 豹文 最受欢迎的手工萌宠特辑 还有很多饲养的小知识哦 首先来介绍我还没有出厂过的心爱宠物 肥尾手工肥肥 她是一只快要三岁的女生 特色就是超级呆萌不怕生 喜欢我暖乎乎的手 可以溃下巴 好可爱哦 然后就在我手上睡着了 边睡还边舔嘴巴 不知道是梦到自己在吃什么 其实大部分的手工没有可移动的眼瞼 睡着你也不知道 但是像肥尾手工 豹文手工 它们跟人类一样有眼瞼哦 成为捡虎 闭上眼睛的时候觉得特别可爱 肥尾手工的特色之一 就是她的腿真的很短 所以她走路时离地真的很近 看着短腿跟小手手 好喜欢啊 肥肥小时候断过一次尾巴 但是还好她很爱吃 很快就又长出新的尾巴 而且储存了满满的营养在里面 Q软Q软 抹起来很像麻糬 断过的尾巴长出来像是另一颗头 所以肥尾手工又有人叫她双头手工 其实肥尾手工算是不容易断尾巴的 但是肥肥来到我们家的隔天 早上我去看她 她就变这样了 我真的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断掉那节还不见了 应该是被她吃回去了 补充点营养 手工自割也是会有伤口的哦 还好还算好照顾 帮她擦点外伤药膏 保持环境干燥清洁 给她充足的食物 很快就可以长回来了 不要看肥肥一副慢吞吞呆萌样 抓一些动作不快的虫 也是有一股气势的 确定目标之后 还会兴奋的摇尾巴 蟋蟀好酥脆啊 听起来很好吃 肥微手工真的是一种很淡定的手工 我们家飞飞 像谁的手都可以放很松的睡着 我可以吗 结交手工 她不是结交手工 她是肥微手工 她要在你手里睡觉啦 好可爱哦 她不能放在桌子上 她喜欢你的手 好那你轻轻把手放桌上 好不要动哦 可是你可不可以让她继续在你手上 可以啊 可以吗 你看她好喜欢你给她的床哦 好可爱哦 好一拍哦 很像她的床 你看她喜欢 小叔叔 她们不会认主人 但是会习惯我们的接触 开始喜欢我们柔软的手 跟暖暖的体温 来看网友投稿的肥微手工们 这支是茶叶蛋 喜欢搭苏卡达鲁 提拉米苏的便车 你看她真的一脸淡定 熟门熟路 倒战下车 这支是新鸽 看起来也断锅尾巴 这颗尾巴很有戏 小短腿也可以表演一下太空漫步 这支可爱的肥微 我没有找到她的名字 看她河水舌头好灵活啊 是在飘吗 这支是小花 因为她背上有一朵花 肥微手工小时候比较瘦 但是小时候瘦不是瘦 认真吃好好长大 大家都可以变得胖嘟嘟 健康又可爱的那种胖嘟嘟 这是鲁鲁 奴才为她吃的是泡水回温的冷冻蟋蟀 加钙粉和维生素 只要冷冻蟋蟀动起来 竹子也是吃得很开心哦 这是斑斑 虽然大部分的手工 会害怕由上往下的接触 但如果慢慢来 很温柔 手工也可能开始喜欢被摸摸 你看AC 也是一脸幸福 斑斑表演吃蟑螂 肥微就是有一种圆圆厚厚短短的感觉 连只蟑螂都好可爱啊 我家菲菲的头也是越长大越厚实 好喜欢他们的大头 土舌头犯规啦 在阳光下的颜色好美 菲菲家的电材我用厨房纸巾 很方便给她一个山洞遮蔽 但是她也很爱把自己塞在山洞旁边 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真的蛮舒服的 我也想塞 你看 在早晨的鸟鸣中睡得这么香甜 之前让肥微手工爆红的 就是这张网路上的壁咚罩 肥微连把自己塞在饲养箱旁边 都这么迷人 呃...她没事 每只手工有自己喜欢的睡觉方式 接下来呢 是之前出厂过的 我的豹文手工呆呆 她现在已经8岁咯 算是个中年大叔 非常健康的一只大叔 而且汉草真的很好 要去哪里 肥微手工跟豹文手工养得好 可以超过20岁都没问题哦 肥微跟豹文外形真的有点像 饲养的方式也差不多 整体来说 肥微的身形 比豹文更肥短圆润一点 豹文手工 是现在全世界最多人饲养的手工 有超多花色跟品种 我收到了很多粉丝的投稿影片 一起来看看吧 先来看看他们迷人的脸 这是小虎 杰尼斯系 这笑脸有点犯规啊 这是木木 为什么别人家的手工眼睛都这么大 它 它是在装可爱吧 也太可爱了 连喝个水都这么浓 这是Cookie 好像漫画走出来的 这是来自香港的阿吉 看到食物热切的眼神 接下来是手工吃各种虫特辑 请大家稍有心理准备 再开始欣赏 这是点点 为您示范如何瞄准夹子上的蟑螂 大口吃 这是Juju 示范吃辣虫 辣虫是辣鹅的幼虫 柔软Juicy 是高贵的食材 适合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好命爬虫们 Cookie又来了 它很疑惑 为什么这只虫它永远都吃不到 这是Whiskey 它把主人的手当豆猫棒了 这是啤酒 它把水当啤酒再喝 这腿张得好豪迈 这是小屁 打个哈欠 顺便吃只蟋蟀 这是卡塞普莱 命名字奇幻小说 龙族中 一只白龙的名字 感觉它等一下会飞起来 果然快很准啊卡塞普莱 要不是为了吃 我们卡塞普莱绝对不离开他家 第二只 卡塞普莱很谨慎 决定先拍嘴巴出来就好 这脖子不会扭到吗 马上又回家了 真的是很注重安全的一只手工呢 哦 这次连出门都不用了 还是卡塞普莱 今天晚餐是高够力的爬虫凝胶 好像超贵 如果不敢喂食活虫 但又想养包吻手工的人 爬虫凝胶是个选择 但是费用比活虫贵很多 而且不一定每一只手工都愿意吃 这是要注意的哦 还是对会动的比较有兴趣 奴才帮你夹到嘴巴前面 真的好像在吃草阿贵 甩一个太用力草阿贵被丢出家门 奴才好乖啊 再帮你捡回来 看主子怒吃 边吃还是会记得赶快回家 什么 大胆奴才 家没有了 这是跳高选手 是的 他的名字就是跳高选手 虽然身为一只鲍文手工 但爱吃的力量让他可以跳起来 当他的奴才发现他的潜力后 决定好好测试主子 这真的是鲍文手工吗 还可以先爬上墙再跳 根本大联盟外野手吧 看看这垂直跳高度 鲍文手工是第七的 一般会认为他们没什么跳跃能力 但还是有天赋异禀的哦 再看一次外野手 呃不是 是跳高选手的惊人发布 这是他的日常 各位手工奴也可以测试看看你们家主子 也许会有惊人的发现哦 再来是睡觉的部分 由啾啾为我们示范 有时候喜欢溃下巴睡 有时候睡到好像出车祸 这也放太松 农财心脏要很大颗啊 来看看手工的家 来自香港的阿吉 住在和味道杯面里 突然有点饿 这是小可爱 喜欢钻小娃娃 这是小银跟赫克力士 两个小朋友洗衣兄弟 帮他们盖了上下铺手工屋 看起来有点挤 但他们喜欢 这是元宝 他住在一栋三层楼的仓鼠屋里 虽然是仓鼠屋 但是手工必备的水盆 山洞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盆栽跟小家具 虽然仓鼠爬起来有点滑 但是只要没有安全的问题 让手工每天有事做 增加行为的丰富度 都是很好的哦 也可以满足奴才的宠物小屋梦想 这是跳跳 他玩仓鼠的转盘 真的玩得很开心呢 多运动是好事 这是小虎 他有自己的粉丝专业哦 小虎的袖珍世界 看这些精致的手作小家具们 让小虎为您示范 再加熟练的溜滑梯 呃不是熟练的下楼梯 这是很会越狱的泡泡 盖棺的门要关好 不然一不小心 就仿城变成家里的壁虎了 这是七番 正在挖他家的地 手脚并用很卖力 包文手工也有挖掘的习性 有点像狗狗 本丸也在挖 好用力啊 手不会痛吗 这是玉米笋 喜欢翘屁股跟主人一起看MBA 尾巴真的好像玉米笋 Cookie在跳尾巴舞 手工的尾巴可以表示状态跟心情哦 Cookie瘦瘦的像只猎豹 巧克力非常喜欢主人摸摸 眼睛都闭起来了 还会拱起背 看起来好享受啊 这就是宠物 互相陪伴 最后来看超酷的手工脱皮秀 阿吉头上的皮脱到一半 好像日本料理店的师傅 上半身的皮自己咬不到 要用摩擦的方式慢慢脱 好想帮他整件脱掉 默默真的是可爱王啊 连脱皮都可以脱成帽T 啾啾脱成这样 好像要去抢银行的歹徒 豆皮正在吃自己的皮 皮很营养 丰富的蛋白质 不可以浪费 下半身的皮可以用嘴巴咬 脱起来就快很多 边吃边脱 边吃边脱 然后继续吃 最后来脱酷啊 这画面莫名的疗愈啊 然后再把脱下来的酷啊也吃掉 这是抹茶 已经脱到尾巴了 大家真的都吃皮吃得津津有味耶 这是妹妹 甜瘦瘦 脚皮最难脱 甜湿湿帮助脱下来 手工喵喵 比比 跟大家say hi 非常感谢大家的投稿 真的超可爱的 我剪这集整集都在一目笑 看完这集大家应该都可以了解 为什么豹纹跟肥尾手工会怎么受欢迎了吧 如果想要购买 请找合法的爬虫店家 感谢鱿鱼 两期爬虫专卖店让我们拍摄 他们有很多手工跟各种爬虫哦 大家可以到店里看看 更多的饲养细节 请上网Google做功课 肥尾跟豹纹手工都算是很容易饲养的手工 好好照顾的话可以超过20岁哦 但是最重要的当然是 如果你要养它就一定要好好照顾它 那如果你真的有任何原因 没有办法再照顾了 可以带去爬虫店或是台湾昆虫馆 他们会帮你照顾 直到你的爬虫找到下一个主人 今天的昆虫好奇上课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留言分享给更多人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开小铃铛记得开启全部哦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